先跟老師稍微介紹一下 我有買關鍵字 老師馬上行銷一下 所以您可以直接打樹文老師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找到我的部落 這個呢 您進來這邊之後呢 我上面的教學部分 可能畫的領域比較多一點 畫的領域比較多 那 以跟我們相關的 像這個WebDuno 你可以從標籤裡面找到 我有跟WebDuno相關的在這邊 尤其在這段暑假時間 我有 寫比較多系列 因為WebDuno它有一個部分叫做模擬器 所以我寫了 不少篇的風神榜 用模擬器的方式去 模擬它 好 去模擬它 像 這邊的話 比如說找個 呃 這裡 停 這裡還有 我大概寫了十幾篇吧 好像我們玩這個賓國的也很好玩 有沒有 這樣有模擬器 所以即使同學他回去沒有 板子 一樣可以玩 當然他不是說那麼完整 可是至少 基本的那些 功能他可以看得到 這是第一個 這是 跟WebDuno有關的 那第二個 呃 我有經營YouTube頻道 有經營YouTube頻道 所以如果說老師你有興趣的 也可以到這個地方看 因為我上課 研習的部分 還有學校的課程 我都會錄影 就會像這樣就公佈在上面 好 公佈在上面 像 剛剛 主任很有興趣的是這個 之前 剛剛主任有提到 老師學校要推那個課程 結果遇到很多主愛 但是這個就不用了 這就是這樣 不要 曬一架 不要曬一架 就這樣拿主任 然後我們就可以搭配 虛擬設施 直接來捏捏 這樣老師在辦公室就可以 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好了 好 所以其實這樣 這樣我們也可以 那 要怎麼 做這個虛擬設施的背景 就隨便你啊 嘿 就像這樣 所以 所以這個是 比較好玩的 另外呢 我的部分還會有一個 跟 OneNote的翻轉學習在一起 因為 OneNote的 這個翻轉學習平台 其實也是蠻好用的 我有幫官方就是 錄了一系列教學的 好 錄了一系列教學的 那我自己本身也用很多 目前 Webduno Webduno 我是沒有用的 但是我其他的都有用 因為Webduno 其實比較適合用簡報 所以我就 大部分Webduno 課程我都是以簡報為主 就沒有再帶大家進到裡面去 所以 這個大概是 比較會有用到的 那其他的我想就 還好 所以我簡單稍微 自我介紹一下 來吧